你是要结果还是要勤奋? 当然勤奋没错 但如果勤奋没结果呢 你就要检讨了 是不是? 你反而让人家觉得 你这么勤奋都没有结果 那人家反而已经有信心了 勤奋没错 你都要勤奋 但其实 真的勤奋不是你机械的生气的勤奋 而是这里有勤奋 很多人会忽认为 身体有机械的勤奋 对吧 反而认为自己就已经很勤奋的勤奋 错了 你没有勤奋 而我们今天在安利的事业里面 我们的勤奋是什么? 用脑 用心的感悟 感悟是什么? 自己应该怎么感觉 自己应该怎么成长 老实说 我们可以一辈子做一件事 比如说我们一辈子做安利 可以吧 但是不能一个水平去做一件事 做了十年饭还是能算 穿了十年装才能不能算 穿了十年衣服还不会打扮 每天都分享 还是那个水平去 那就不对嘛 我们不能一个水平去做一件事 你不是说今天 你就是说我都已经口才很好了 躲在哪里 是你自己认为的口才 安利本来就不要口才 我们要的不是口才 我们要的结果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能够反抗的 我们要的工作 还有。 我们想听说 真的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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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